法国南部有一座核能废料处理厂在12号发生了爆炸 造成了一个人死亡 四个人受伤 初步调查发现到是一个熔炉的附近起火才会引发意外 不过法国政府将整体事件定位是一般的公安意外 而不是核子事故 这样的事件让人格外担心台湾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发生呢 对此台电表示台湾的核废料处理厂并没有类似的设备 因此民众不必担心 这座位于法国南部的核废料处理厂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 是法国最老的核子设施之一 突然发生爆炸 警方在场内层层借户 限制人员进出 大批的媒体守候在现场 高度关注这起核爆意外 法国这位女环境部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被媒体团团包围 脸色凝重 显得一个头两个大 尽管强调没有任何辐射外泄 也没有人员遭到辐射污染 不过当地民众对于第一时间消息全被官方封锁相当不满 事实上这起爆炸意外已经造成一人死亡 死人受伤 所信这一座核能废料处理厂内并没有任何核子反应炉 不过法国是全世界对核电仰赖最深的国家 一共有58座核子反应炉 七成五的电力依赖核能发电 这起核爆意外 再加上311日本福岛核灾 也再度挑起核电安全的敏感神经 中间新闻 邱密报道 中间新闻 再加上311日本福岛核能发电